雙又直又長的腿 最著名的朝天凳 是楊麗金的招牌 學舞蹈的她 十五歲就獨自從花蓮 北上國光異校念書 這個後山來的姑娘 到了台北依舊魅力不減 才剛入校 就迷住了雙胞胎 李智希 李志祺 兩兄弟 她就跟我講 我就跟她說 那個曲名好像不錯 我就說 她是什麼科西的 什麼什麼什麼 她說 那請 哥哥李智希的讓位 李智希和楊麗金順利在一起 兩人的初戀一談談了四年 原本以為會開花結果 沒想到十八歲那一年 楊麗金被嚮重 成為楊子雄接班人 到香港發展 兩人協議分手 多年後再度拍戲重逢 李智希失婚後 有意再把楊麗金給追回來 卻被女方給斬釘截鐵的 擋了下來 我就說 結果她會開玩笑 我就說 我希望初戀留在最美好的時候 因為我很怕 在一起又分手 然後你以前初戀的那些美好 就不見了 她表示 當時香港十大首富其中一人 非常喜歡自己的五官 展開熱烈追求 還開出條件 只要楊麗金幫她生小孩 防著車子任她挑 找我去吃飯 我也有開車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她 早上就把我後照鏡拆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開車回去 她就開著她千萬操跑 送我回去 她婚姻狀態好像不是 跟她前妻說要離婚也沒有 有牽扯 在受訪時 她說自己因為太渴望婚姻了 經常愛錯人 有一任都已經談好婚期了 卻爆出新娘不是我的悲慘結局 原來她一直在劈腿 劈到別人肚子大了 然後一直到我回來那一天才知道 她那個女的就說 知道我中午回來 就早上去登記中午半喜酒 晚上就去度蜜月 在外頭交新女友 而對方還甘願做小的 直到男友和小三登記結婚完 楊麗金才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人 仍舊渴望愛情 相信姗姗來遲的那個對的人 總會到來 這一次她站出來 不當感情弱者要痛定思痛 再勇敢找愛 段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